iPhone 2200 漁夫社區電台 大哥 我覺得怪怪的 我聽別人講說這個 漁夫吧台色香全台 怎麼一個女孩子都沒有啊 這個爛東西 我叫你說不要約在這邊 你只要約在這邊 一個鬼也沒有啊 你看看沒有一個Yuki的 在搞什麼啊 我們體驗一下什麼叫一夜勤嘛 漁夫不在也就罷了 剩幾隻魚在這裡 怪怪的 怎麼怕 煙一煙一起啊 幾隻魚也在搞 我很想打台子耶 漁夫去哪裡啦 也沒小姐 到底一夜勤是什麼 你有玩沒玩啊 群伟 你有玩沒玩 你們兩個有玩嗎 對…兩個有玩 你走到哪裡一夜勤去 你以為我要開酒店啊 還賣你大酒啊 一夜勤… 這是我的吧台 你要一夜勤到外面去找 你的吧台你怎麼不在那邊調酒 然後我們特別找陳老師來告訴你們 一夜勤 對啊 你們剛剛還在講那種 我都不敢開進場 你講陳老師 好像是來教我們一夜勤 不是… 這個…來 我先問鄭陽晴 鄭陽晴 這個… 這個一夜勤在中國的歷史上 好問題 從五千年以來 一夜勤有哪個叫一夜勤 你剛剛看 你剛剛就不准我放紙在桌上 我跟你講一夜勤 我看的比較多 其實在小說裡面 小說 對 小說 像那種自怪小說 其實是聊齋 其實就是非常典型的 都是他一去 然後都是 我覺得那是男人 男人的性幻想 因為他在平常可能 路上並不那麼容易遇到什麼 女性啊 在那邊改賽法會啊 跟他這個送秋波 不是那麼容易啊 所以他們常常就是說 一遇到一個女的啊 不管這個狐仙啊 不管這個是什麼鬼啊 然後突然兩個就會 很容易就有一夜勤 那女的就跟他頭回來送抱這樣 我覺得最經典的故事 就是那個小倩 就是念小倩那叫什麼 倩女幽魂 那真的是一夜勤 那一夜就掛了 一夜就被乾了 吸乾了 所以一夜就掛了 他在講倩女幽魂 就是講那個什麼演藝圈的什麼 那個 不過這個倩女幽魂啊 這個實際上的確有一個故事 真的 聊齋又出第二集 Part2 這個就是 有一個這個男生的這個父親趕考嘛 就到廟裡面呢 這個小歇片刻 是 這個浮岸休息的時候 突然出現一個女孩子 哎呀 長得像楊貴妃一樣 是 馬上就是天雷溝動地火啊 一發不可收拾 就一夜勤啊 一夜勤第二天這個春風滿面啊 綠到因為一個這個 這個也是這個硬考的考生 怎麼回事啊 你怎麼那麼那麼高興啊 就跟他講 昨天晚上一夜勤 真的嗎 好了 他也到那個廟裡面去等 等等等等 地上有一台這個骨灰嘛 就把這個骨灰收好了 晚上就的確有一個 黑影飄進來了 他就說你是誰啊 我是飛飛飛 太陽 一定是楊貴妃啊 趕快就是也是這個翻雲覆雨 是 可是覺得好像 那個肉有點吃不下去 是 你是什麼妃啊 我是張妃 上錯了 不是 演藝圈好像有很多一夜勤 我想知道 你不知道 我給你看看 就是你剛剛有 剛剛在話當時講的話 有啦 演藝圈有啦 有點名批判啊 奇怪怎麼搞得幾個版本啊 不是啊 我這樣講得罪人嘛 對不對 這個 這個陳老師 這個一夜勤你的看法 這個看法是什麼 你不要叫我老師嘛 還沒老師 太嚴肅啊 剛剛他們在講什麼插不進嘴 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成長背景 好像大概也只有看歷史資料嘛 所謂一千零一夜 那以前的男人 什麼叫一夜勤 是現在的婚姻的壓力 束縛很大 所以一夜勤變成是一個討論的話題 以前的男人 你說良家系統跟封城系統 那隨時的嘛 真的一天 一年365天 一千零一夜 他都可以不一樣 他可以有妾 所以我實力 我都插不出話來啦 所以以前的男人 就不用花這麼辛苦去花 沒有 還是很多沒有錢的人啊 講不起切啊 事實是如此啊 現在我們外遇問題很嚴重 問題是 不是以前的男人 比現在少外遇 是因為以前的男人都內遇 內遇 三妻四妻 還有卑女都在家裡就可以啦 是不是 陳漢你不是要問我 有沒有過一夜勤嗎 你為什麼這樣迫不及待的 迫不及待想回答 這個就是心理學的投射心理 想知道 他最感興趣的就是這一點 你什麼時候要問我 你什麼時候要問我 要什麼時候跟你答 但是我現在就不答 你如果不問我就不答 那要換我什麼時候高興你再問 我問問題要關鍵的時候問 好 我們有一位這個一夜勤王子 怎麼選出來的 你講一夜勤王子 不要一直看著我 怎麼選出來的 這樣子的話可以滿足我們男生的政府感 然後我們可以速解我們白天的那個工作壓力 另外我們這一群嘛 其實我們都是屬於即時享樂 然後不想負責任的一群 其實男生女生都一樣啦 那加上說我們的安全性很高 然後又不用花錢去漂濟 因為我沒有金錢上的交易 所以說呢 我覺得說滿好玩的 加上說我是男孩子 反正我又不吃虧 很簡單啊 我沒有上那個女孩子的話 別人也會上她 那當然就是我去把她們啦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其實行樂啊 找刺激啊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樂趣 因為就是有人到這個 準備到泰國啊 尋求這個一夜風流啊 一個禮拜之後啊 發現這個滿愉快的啊 小姐也很愉快 就送她一個禮物 她說這個禮物啊 你就帶回台灣去 到了台灣才能打開喔 上了飛機之後 這個男生呢 這個按捺不住啊 就把這個包裹打開 到底他送我什麼東西啊 打開 一個24K的金棺材耶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是什麼 把棺材翻開 有四個英文字母 AIDS 恭喜你得到AIDS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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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塊都是在POP裡面去尋找獵物 因為POP裡面它那種情境 氣氛 有跳舞啊 然後很高興啊 然後又那種音樂啊 加上有酒精的作水 所以說其實我們的重工率蠻高的 那通常我們都會在 每個禮拜四 跟每個禮拜五的時間去找 因為這個時候的女孩子比較多 那禮拜六的話可能 人又太多了 反而不好上手 很奇怪 那我們在那邊發現的 那個人物類型有三種 第一個 就是剛成年的那種辣妹型的 然後第二種就是那種 有性需求的少婦 像是人家的小老婆啦 或者是說 像 小老婆啦 這一類的就死了 然後他們需要有性的慰藉 然後第三個就是 看起來很正經的那個上班族 那像我們這一群的話很簡單 其實我們都會有酒 有錢 然後我們會有車子 然後加上說我們會有座位 例如說我們兩個人去的話 我們會買四個人的座位 這樣子的話 女孩子才可以過來我們這一邊 然後加上說我們有關係 也就是說所謂的人和 像 假設我們到酒店或 HUB裡面去 然後酒店的那個公關經理啊 老闆啊 他們會過來跟我們喝酒 跟我們聊天 那這時候 因為我們彼此都在物色對方 那女孩子看到我覺得說 欸 他們這一群好像 蠻好的 所以其實 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的那個機會就會比較大 所以說我覺得說 有錢 有酒 有座位 有關係 有車子 這是一個 當然你要長得帥 然後身材要好 體力要好 這是蠻必要的一個條件 來 你知道這個營業情報室的地點在哪裡嗎 這個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叫做PH7 酸鹼值PH7 中性嘛 P的話就是 這個像這個 像這個 Piano Bar啊 像pop啊 park公園啊 公園啊 這個機率很高 H的話就像這個house啊 自己家裡嘛 home嘛 或是後德路啊 後德路 Hotel啊 Hotel 摩德路啊 摩德路 像這種東西這個室內 因為這個隱蔽是空間嘛 進去比較高 然後7就是7 7就是7點鐘 7點鐘 7點鐘 根據這個 早上7點 晚上7點 然後7點鐘 剛好是在這個太陽下山嘛 一般來講到室內 比較懶得去繼續動 是 那這個真陽其實這個中國的這個小說裡面呢 是發生的這個 有那種很多一夜情的描述嗎 唐代是最多嗎 是不是 唐代已經開始 就是有些短篇小說一直推出傳奇啊 那裡面就有第一本 就是第一篇寫那種比較色情的小說裡面 叫做游仙窟 游仙窟裡面就是很典型的描寫一個男主角 他莫名其妙在在裡面迷路 然後遇上兩位美女 然後兩位美女還有很多那種悲女在旁邊伺候 然後就對他很好 然後三個人就發生一夜情 一對二這種一夜情 然後就完了一個晚上 然後第二天早上他們就大家送他回去 然後就很傷感 這種一夜情 都是非常典型的 然後後來像白居玉他弟弟白行儉 後來在那個什麼敦煌也挖出來一些資料 他也寫過那種 他就說那個叫大樂父 就是很快樂的那種文章這樣子 他裡面也寫到就是說那個偷情 野和 在外面那種是最快樂的 那種婚外情是最快樂的 我聽他們講好像這個夜情都很快樂 可是如果是女人的話 潘金蓮就是下場很慘 那是很久很久以後才快樂 沒有 夜情有痛苦的 有一位血淋淋的力氣在我們三立 但是我不方便講的是誰 幕後人員 你光是指我 他是真的 我自己認識的三立只有你 真的是一夜情 他就是到酒店去帶女孩子出場 想說一夜情無所謂 一時天內溝通地火 就發生了關係 發生關係之後 這個小姐告訴這個先生講 說我已經豬胎暗節了 是 因為這個男生也蠻負責任的 就是說既然這樣子 藍田中玉也不能說不娶人家 就把他娶回家了 娶回家之後呢 後來小孩也生下來了 尷尬了 有一天去驗邪 男生是AB型 太太是O型 小孩居然是O型 AB跟O生不出O啊 是這樣嗎 對對對 就太太就承認了 其實那個小孩是另外一個恩客 他現在講的這個 其實是我們社會上的一個趨勢 去年去調查局 他們告訴我 他們有一項檢驗服務 調高數倍的價格 因為需求量太大了 是什麼 就是檢驗小孩子的基因 而且這個都是透過法院 已經兩方已經對博物公堂 然後必須要驗證的 他不接受民間的這個要求 提供這服務 因為以下資料 從法院轉過來的case case多到他們只好提高價錢 不過這項情剛才講的是唐朝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項情 好像現在 那是不是已經 是不是今天比較激烈的呢 我想如果說就 我們非常規定 就不准有重婚 一夫一妻子 我就知道他一定會講 是因為一夫一妻子 所以讓今天的這個外形 已經為了 很多人一開始就說 婚姻制度不健全 對於人類不衛生不健康 那只是影響因素之一 真正的原因恐怕是 等一下我們可以談到 這消費市場的影響 好 來 我們這個 我們也把它分類幾種 還能分類 我們根據這位王子 他這個一夜型王子 所做的分類 他是講說 大概有這個 紓解壓力型 也就是三班族的這個男女 你覺得是這樣嗎 全部講完了 全部講完了 我再告訴你 還有訓需求的類型 訓需求的類型 有少戶型的 有小老婆型的 尋求刺激的 年輕的帥哥辣妹 還有變態抱負型 感受瘦瘦疾患性病的人 你覺得呢 第四種有一種 我聽過這個金棺材的故事 金棺材 這麼多亂七八糟的故事 常常聽說嘛 因為就是有人到這個 準備到泰國 尋求這個一夜風流 真的遇到這個泰國女郎 是 很漂亮啊 又是一夜溝通這個 天雷溝通這個 天雷溝通這個 天雷溝通 你會換別的詞 對啊 你的成語都一成不變 我背錯成語字典 就是你編的 你編的字典 一個禮拜之後啊 發現這個滿愉快的 小姐也很愉快 就送他一個禮物 他說這個禮物啊 你就帶回台灣去 到了台灣才能打開喔 上了飛機之後 這個男生呢 按捺不住啊 就把這個包裹打開 到底他送我什麼東西啊 打開 一個24K的金棺材耶 怎麼會這樣子呢 把棺材翻開 有四個英文字母 AIDS 恭喜你得到AIDS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這樣子啊 是 他要當他永遠的駐守 所以現在美國 美國有些都就這個 我想這個故事 道德重整會發出來的啦 所以這樣 耳語流傳的 純屬虛構的 我們現在分析就 我們來講的 真的 這個我跟妳啊 我覺得這個表 分析這樣滿好的 就是讓很多人知道 你可能在壓力之下 或者有性需求 比如說婚姻關係不良的時候 或者是 人生其他的地方有受挫折 所以你想要找刺激 或者是因為曾經有人傷害過你 都可能會讓你去追求一夜之情 這樣讓我們大家能夠警覺 可是以我個人輔導的經驗來 可以跟大家講 有的時候會出軌的人 真的不需要任何理由 他就是會出軌 那也有些人 其實他自己婚姻關係 或者是生活處境 真的也滿應該去做一做那樣的發現 他不會出事情 所以我常常在講 你橫竖都會去找一夜情人 基本上是價值觀 價值觀 可是沒有那種上班族男女 是為了一個紓解壓力嗎 沒有 那也可能上班族男女 是為了報復啊 他先生不理他 那也可能是小老婆心思 要紓解一把 所以會做事情的人 橫竖都會做 不需要任何理由 你說的價值觀的問題就是說 他其實他腦筋裡面 已經不認為一夜情是不好的事情 這一點我是覺得 剛剛他有交代我 叫我不要講他太道德 太嚴肅 但是既然你找了我來 我一定要這麼講 從剛剛你們兩位 談這個話題那種 興高采烈 龍飛鳳 那種融入的狀況 跟我在這邊 我就試圖想要 傳達一個信息 那就氣氛差不多 我必須嚴肅 因為我處理任何婚姻問題 那一些婦女來跟我講 不管他們是經濟 還是婆媳 還是小孩問題 但他們都會一開場就講 多少年前 我先生曾經怎麼樣 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的殺傷力 可能是你們男人不了解的 你們在做這件事情 都不覺得說這有什麼 因為社會風氣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 對方是很在乎你的人 曾經有過這種一夜之情 對於婚姻的影響力很大 沒錯 我想婚前的人 不過我們 這段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不過我們現在談說為什麼 這個人要剪掉了 為什麼 為什麼化成一夜情 按照你的這個分析 他想要一夜情嘛 他想要一夜情嘛 你知道 他為什麼想要一夜情 泰村的那個年紀 未成年的少女 三木修女基金會 曾經做很多的調查 很多人都告訴我們 是因為他看影片 看錄影帶 裡面就有那種 兩情相異的畫面 他們非常嚮往 他有什麼壓力 他也沒有刺激報復型 然後有這個環境 可能他是性需求 他那個是被刺激出來的 他被刺激出來的 我們這個大環境 今天像我們這個talk show 等於看完了 說不定被我們刺激 真的很難講 我自己輔導過一個 基督徒 我知道你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婚前 不能夠性行為 不能夠性行為 不可以兼營的 但那個女孩就大了肚子 她做了未婚媽媽 然後我問她說 你們基督教的教義 不是這樣子嗎 結果她跟我講 上帝曾經被那個魔鬼 試驗的時候 連她都講過一句話 這個在經典裡面有記載 我的意志是堅強的 但是我的肉體是脆弱的 勵志行善有得我 大家行出來有得我 但是被我們整個社會的 開放的風氣 沒錯 有這個意念 覺得對這個好奇的人 無關他的背景形態 他就會去做 不願意做這個事情的人 有再大的壓力在後面 他也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那等一下我請 先幾下曾經 你覺得這樣子的事情 是不是違反了 我們一般的這種 社會道德的規範呢 你覺得這個 對我們這個社會有沒有正確 沒有錯 我們社會道德 一直有這樣的規範 就是說最好你不要 如果你是 第一個 如果你是有情人的話 你最好能夠跟情人 這個 非常的有忠誠 如果你有這個 婚姻的話 你也最好對你的婚姻忠誠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自己 純粹是 不要被我刺激 我自己是 一直是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如果這個人已經變得 很無趣的話 我為什麼要是比較忠誠 你懂不懂我的想法 我覺得 已經沒有什麼 太大意思的時候 我覺得 我有一些 可能的調剂 有什麼不可以 他這句話就讓我想到 被先生的出軌行為 傷害的女人 通常有去不起來了 對 現在問題是好 說不定還變成是一個 先生繼續一夜情的 可是這是一個藉口 也許情緒可以培養 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讓他畫得清楚 對 我再講一個問題 如果有這麼多的男人 都有一夜情 那如果他們不是都去找 這個封城女郎 那他們一夜情的對象從哪裡來 你意思就是說 女人自己本身有需要就對了 對 一定是 一定是 兩個巴掌才拍得響 沒錯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有這種意念 對這種東西嚮往的 他就會發生這種情形 對 所以我還要補充你剛剛講的 那個PH7 另外還有一個T Travel Travel 旅行當中 也其實很重 非常容易在國外 他那樣子的人 他就是希望說去嚮往 一種不同的經驗 他會去出國旅行 那能力不足的人 他可能就去不同的PUB旅行 事實上 他的身體源 他就是在attract 他在吸引人家 很危險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一種 浴營環劇 沒錯 其實基本上他本身是很容易 所以我知道 你們圈子裡面有很多人 讓我一定要講完這句話 好 這跟條件無關 真的有的醜得很抱歉 那個條件很安全的人 照樣都有人投開送報 沒錯 是是這樣 我是覺得是說 如果說其實浪漫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像他講的旅行 或者是換一個比較陌生的環境 對 他比較容易營造這樣的感覺 那我是一直覺得 一夜勤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 真的 另外一邊的家庭生活 不管這個家庭生活 是什麼樣的家庭生活 如果你被照顧得很好 那你如果可以去 因為他如果真的已經變得很boring的話 那你如果你可以讓他 有一點調劑或色彩有什麼不好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可以紓解工作壓力 你認為這個也是不能紓解嗎 或者是家庭壓力 不一定是工作壓力 家庭壓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不過沒有人要問我 有沒有夜勤嗎 奇怪 還是沒有人要問我 還是沒有人要問我 我想我們等一下多談你後遺症 我們有問過說 你們的配備是怎麼樣 那他們的講法是說 一般一個男的到一個POP去 要去找一個女的 他必須要多買一個位置 也就是他旁邊必須是一個空位置 然後再來 另外他點酒來等那個 邀請那個女的 那另外我們問他們 有沒有走 第一個他們要有車子 有車子 有車子就是說 可能在車子上發生 第二個要在這個Hotel room Hotel room 要房子 Hotel room Hotel room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 他們本身不一定戴保險套 那麼女的就會算好安全 她不願意了 或者說她有怎麼樣的一些 不愉快我怎麼樣 我馬上會停止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公開場合的時候是 見面的時候是不公開打招呼 這是我們的一些原則 好 來 剛剛這個金陽晴的講法是說 也有一些這種屬於性的一個 這是怎麼樣 性的一個 她就是希望在性上面有一些性的口味 她想換性的人 她可能覺得 比較能夠提起她性質 是 那妳認為這樣子是 我覺得不管壓力還是性刺激 都滿有可能 但是我是要問 如果這個人她自己有生命性的滿足 有她一個理想很具體 她應該不會去透過男女之情 來速解這些人生的困難 有點像藉口 對 因為這些困難 不會 我覺得每個人的胃口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那個 taste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就喜歡 就是天生就很喜歡性這種搞 性這種遊戲 但是她可能舒服只是那一刻而已 不過我們在這個 也是是快 這短時間 然後事後 其實大家不管是學術界的 還是說我們大家約定神奢的 都知道事後的空虛跟虛弱 而女人做完這種事情以後 她那個自卑下的那種感覺 事實上會讓這個人墮落下去 其實沒有讓一個人生活會更很快樂 然後她又再繼續找尋刺激 不過我們在這樣 我們在美國這個紐約 我們看到的是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專門是 攻擊這種性虐待的這種POP 有這一類的 就是說你進去的時候 她自己本身可能就自己鎖起來 然後希望別人來找她性虐待 但是用這樣子的 這就是曾仙剛剛講到那樣子 她就是喜歡這個調調 我說真的 我不是那樣子水心無意的 我不是那樣子道德觀 我的意思就是那種人請她拜託 她不要結婚 她喜歡性虐待或喜歡遊戲的人 她只要找到有這樣的對象 雙方把衛生安全條件做好 我們今天這個社會 沒有這個法律去限制 不過那個講法是說 他們經過了那一次的解放 就是那種POP 提供他們一個解放以後 他們上班的時候是正常的人 是 問題是 他不要牽涉到第三者 也就是說不要有配偶 配偶能不能夠適應 他這樣子的遊戲規則 是 那另外我們知道這個 像那種 剛剛他講的那種金棺材 變態報復型 是 也有一種例子是 我們所知道這個 這個王子所告訴我們的 一個資料就是 一個女孩子小時候 曾經被強暴 他長大以後 他就不敢拒絕 他只要這個POP裡面 有人找他要移夜勤 他就說好 這樣子的案子 那這個又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問題是 誰把他的腳引到那個POP去 是他自己想要 是他自己去的 對啊 也許是沒有想通 是 因為自己行的人 他的身體源 跟他自己去到那個空間 跟那個時間 是就讓他會有的 所以後來那個發生 是他已經做了大抉擇 後來出現了小變數而已 對不對 那個變數是 其實任何狀況 他都可以引發你說的 天地活 所以我認為他是 但是 在這裡我覺得這個報復型 應該詳細說明一下 今天很多人說很訝異 為什麼封城街 有那麼多自稱自願的人 其實你想想看 那些少男少女 當初是不是純情男女 他們都是送鮮花 然後受過傷 所以今天自甘墮落行 我覺得蠻多人 是從這裡來的 沒有一個人不希望說 披白沙好好的結婚 沒錯 包括男生 不希望自己圓滿了家裡 就是前面的關係搞亂了 所以我不太贊成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一個開放社會 所以就鼓勵一夜情 好像變成是一個浪漫 跟沒什麼的事情 也許這方面 我們還是要道德面孔一點 我倒是覺得一夜情 它其實是可以浪漫的 當然你如果沒有結婚 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你可能就不適合結婚的那種 至少在你想要一夜情的 在那段時間裡面 我覺得一夜情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 剛剛那個陳大姐她一直在講 就是說 其實你的身體語言 就一直在 就是一種引誘的語言 你一去其實你就是 就是要說 你要尋找的獵物在哪裡 你就會跟他看對眼 然後你身體語言就會表達出 我們兩個今天有沒有 可不可以來有一些節目 或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點 就是說 其實那是在我們 開發自己身體語言 非常重要的一個演練的場所 我覺得這個對於開發自己情欲的能量 其實是滿重要 欣文你覺得呢 我們有一位這個政商名人 施明德先生 提出這個三不原則 這個事要他要講的 你怎麼可能要講 這本已經舉起來了 我們先舉一下嘛 不主動不負責不拒絕 我覺得怪怪的 我覺得滿好的 他不要講話比較好 我覺得滿好的 但是不要引起其他女性的這個 互相爭鬥就好 不是很支持耶 不是很支持 我是不支持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很不負責任 不支持不鼓吹 有一個不負責 感情怎麼可以不負責呢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他不是講感情啊 他是講一段情啊 那如果你不負責 可是對方想要的 對方也不要負責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你要找對那個遊戲規則 對的人才可以 其實你可以感覺得出來 我相信 那我們就可以開到這裡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一夜情的遊戲規則是這樣子 第一個是不多問 不多問就是說 就表示我根本不在乎你 不關心你 對 我現在一個一個講完 第一個 不多問就是我不問 不問你的名字 你也不問我的名字 你不要問啊 他們用畫名 可能這次叫做情緯 下次叫曾陽晴 情歌 情弟 那個叫動物A跟路人E 沒有 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啦 真的 他們有時候 比如說今天叫Debbie 明天叫B的 然後後來這個叫什麼Mary 排到Z就對了 我現在是陳述現象 沒關係 你可以隨時評論 然後這個不多說 不多說 也就是不多 這個事情完了以後 他們就不說 實踐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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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討論 不要討論 他們都一開場就說 我們不用負責 女的也說對 我覺得這樣很好 可是有點像動物 人跟動物不同的地方 在這裡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其實我覺得是最美的 你知道嗎 你不要把自己搞那麼沉重 對不對 人生可以快樂一點 可是如果反一個角度想 如果你的伴侶 你的配偶也是一樣 跟別人可以隨時 這個我們等一下討論 等一下 然後不聯絡 不聯絡是什麼意思 就是 之後不要聯絡 聯絡會麻煩 再過來是不傷害對方 也就是說 如果說在進行的過程裡面 有一方受到傷害了 或是一方要求停止 他們就要要求停止 有這種事啊 有默契 要這樣的默契 以後這個人要嫁給他認識的人 他都不要講 不能講 然後不公開打招呼 也就是說碰到面的時候 他們並不是公開 裝作不認識 就是裝作不認識 只要旁邊有其他人 他就裝作不認識而已 或者裝作沒有關係 那麼現在呢 我們現在來談的就是說 像你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遊戲規則 這樣子一夜情的遊戲規則 這個安不安全你覺得 會不會影響到未來 你是講有關生理衛生還是哪一個 生理衛生還是哪一個 這禮拜再加個保險套 好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問題了 我們有問過說 你們的配備是怎麼樣 他們的講法是說 一般一個男的到一個POP去 要去找一個女的 他必須要多買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旁邊必須是一個空位置 然後再來 另外他點酒 邀請那個女的 另外我們問他們有沒有走 第一個他們要有車子 有車子 有車子就是說 好辦事啊 可能在車子上發生 第二個 要在這個Hotel Hotel 要房子 Hotel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 他們本身不一定戴保險套 那麼女的就會算好安存期 他們的講法是這樣子 OK 好 這樣子您覺得 如果用這樣子的遊戲規則 會不會還是保證 他的一夜情是不會出事情 這個剛剛曾偉看了 就是說好像這不叫人 還叫動物 我是覺得不是 動物都沒有這麼樣子的精緻 這個已經叫機器人了 沒錯 而且第五樣這個 不傷害對方我覺得蠻難的 因為根據這個美國的資料顯示 有人因為接吻得艾滋病的 一樣有啊 你怎麼知道能夠帶來套子 就不會得艾滋病啊 是 那很難講的耶 我不是道德官 我是講真的啦 那你剩下起來 那我覺得接吻會得艾滋病 這麼多案子裡面 就是今天才發現第一樁 我跟你講 你這個怪怪的耶 老是猜我的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戴保險套 然後我是覺得 你要玩這個一夜情的這個遊戲規則 很重要就是 你那個心理建設要非常的好 今天就是說 不負責任 OK 我們今天做好了 就是不負責任 然後也不要去多問對方 然後我覺得兩個人那種 那種遊戲的默契一定要非常的好 才能夠玩得很精采這樣 不過你所謂的要有自己自我建設 心理建設要很高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案子裡面 已經發生這種上癮的現象 對啊 怎麼辦 上癮沒有關係啊 上癮你知道你需要這個東西啊 所以你就會每天去啊 有人說不可以抽 不可以常抽菸不可以酗酒 但是有人是酗女人啊怎麼辦 酗女人可能就是說 尷尬了 我想這裡出現一個 就是另外一方要負責任 就是我們女生 我接觸過漫多的男人告訴我 事情搞得一塌糊塗 連自己的雙方的家庭都毀了 但是他講一句話 不知道為什麼女人這麼好騙 這樣子啊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女人 自己要反省 為什麼我們這麼容易騙 是 所以我們看了錄影帶 看了小說情景 就真的覺得這個事情 就很浪漫下去 所以我就覺得 剛剛那一段討論 不要再教人家know how了 等一下 等一下要談後遺症 馬上交來去看後遺症 那三位還有誰要問我有沒有葉勤 那你有沒有葉勤 曾經忘了問葉勤 有沒有葉勤 我每一次都是刻骨名字 等一下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像我被稱為那個葉勤王子 其實 還是會有一些後果發生 像 被清風好友知道的不被諒解 或者是說 現在交了那個女朋友的話 我女朋友她會 不想知道我的過去 不想談我的過去 然後我會覺得說 我對她蠻抱歉 這是在感情方面的 那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是 更厲害 比我更厲害的 他是 我們講他是一夜勤 國王 他一年內有兩百多次的經驗 但是他付出代價當然還多的 他除了花錢花酒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就是 他曾經得了信力 還有就是說 他曾經被仙人跳 也就是說 可能是有女孩子 故意也在 也在Pub裡面 物色人物 然後就仙人跳 然後當然是 後來是賠錢鳥事 要遮羞飛 然後後來 還有一種就是說 被纏上了 這是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最不能夠容忍 也覺得說 最不成熟的做法 因為 有一次 因為算是說 他動了真情 然後 結果說他就是 把電話地址留給對方 結果對方就這樣 時常爛打 這樣纏著他 他也覺得很苦惱 其實這是在 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不被允許的 嗯 那我自己本身 還有一點就是說 像我現在 我從十六歲到現在 二十 二十六歲 我大概玩到二十六歲 我就洗手不幹 我肌肉永退 但是 我還是會忘不了 我還是會忘不了以前的那些情形 或者是說 也難免會碰到真的很好 條件很好的一些女孩子 我會忘不掉 其實我們真的要 我們必須要所謂忘掉 但是我就是忘不掉 那對我現在的男女朋友 對我現在的那個女朋友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是滿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一般去那邊的所謂的辣妹什麼 他自己本身並不一定是要 要那個新方面 但是人家會去 準備要去突破他的新方 那你覺得是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我想那是藉口啦 五十步笑百步 他去那邊絕對是要吸引人家 對他的肯定 那只是男人的那個標準 那個動作派的尺度 跟他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女孩子 大部分都是被動 因為像Playball 它有四步驟的原則 搭椎上甩 先跟你搭訕嘛 搭訕之後啊 然後可能講一些甜言蜜語 大家追 開始就追求了 上 馬上就上了 就甩了 甩就是 這個鄭家綺 我來請教你 就是說這個 葉琴他們事實上 會發生上的狀況 你認為為什麼會上 我覺得最主要是 生活很無聊 現在的生活很無聊 現在的生活很無聊 你說上完班晚上回去 如果六 七點就回去 你的七點鐘 人家就已經有這個葉琴了 他大概想要說七點鐘 以後就不知道幹什麼 很多就是 我知道很多男同事回去 就是看A片 真的是看A片 他那個彩虹頻道 那個什麼 或什麼頻道 他那個什麼 解碼器就永遠裝在那個地方 就是看了 然後 沒試做 他們晚上就打電話 問你有沒有空或幹什麼 我覺得就是無聊 所以他就... 他晚上去他覺得 有一個人跟人家互動 他覺得很高興 不是 發生於葉琴以後 他繼續一次再一次的 這樣子發生的話 不用花錢嘛 方便啊 然後又換人很新鮮刺激 對啊 是 你果然講出內行話了 對啊 只有花錢 經濟... 經濟移速大概是滿重的 其實一葉琴跟這個交易差別 就是他不花錢嘛 很方便啊 但是我覺得那個過程 其實也是滿有趣的 因為他過程好像是 狩獵獵物有沒有 他可能覺得很刺激 像我們這個案子裡面 這一位... 這位王子呢 他自己本身呢 因為有了這個一葉琴 所以他變成 他沒有辦法安定下來 就是發生這個後遺症 你認為會發生什麼樣的後遺症 重點就在這裡 他會上癮 他上癮這種事情 就跟他會上癮喝咖啡 喝茶或者是... 酗酒啊 意思差不多 其實在這個精神病症裡面 這個名稱很簡單 大家都聽過嘛 強迫性精神觀能症 有的人錢賺到很多 他還要不停的賺錢 他說他不能夠只成功 他一定要成功 有沒有 有... 那有的人就是說 我希望就是說 喜歡我的異性很多 他一直在收集 他不睽及別人 他睽及這個 這是上癮症的一種嘛 那像這樣子的人 他怎麼樣辦... 他怎麼辦 有救嗎 沒救啊 我只能說 他不要傷及無辜 他找對象 要找也是花蝴蝶 那他最好不要結婚 更不要生兒與女 我為什麼講說 我們應該強調後遺症 我們親身處理那麼多的案例 真的有些家庭條件很好 然後雙方也對這個婚姻付出很多 但是因為曾經他隨便過 他不覺得這個會傷害婚姻 但是我們女性 如果還把這個先生看重 還在乎他的話 我們不能夠容忍包容這種事情 他跟他同床 那往後後半輩都是噩夢 那如果他已經不在乎他 就是說無所謂的話 那這個婚姻又叫什麼呢 所以變成是一個悲劇 像現在如果說 發生了一夜情以後 他本來是兩個人的事情 不是... 像他們的遊戲規則是 別人就不可能知道 但是萬一如果第三者 知道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去對待 我想我只比較關心就是說 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我要說 那男人呢 男人的太太呢 就是男人的太太 就是這妻子啊 不是 我說 男人的太太如果去更加一夜情 男人知道 我說你...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男人就是接受這種事情 也不要談什麼忍耐 男人的接受度會不會比女人低 一定是就是 就是少華丁 找律師 一定的 所以這個是單行道的價值觀 所以在婚前很多帥妹 以為是男女平等 你的代價以後再付 那我現在要強調就是說 對於男人也是負代價 有多少那種妻人有成就人 到了晚年 他外面得到人家肯定 但是家裡面是一片的冰 為什麼人家太在乎 你人家不能夠容忍這個事情 沒錯 年輕的時候隨便過 他還說是為了生意 或者說這個有什麼 你們女人心胸那麼狹窄 但是人家真的是愛 出乎於愛 他不能夠忍耐的 所以像這個誠愛你這樣講 殺傷力非常大 你還是認為這個... 我覺得你問他不準 因為他才結婚六年 六年還六年很久 我覺得婚姻 還差一年 快要第七年 要到中古婚姻 上古婚姻 那種狀況就是你剛剛講的 真的家裡面很無趣 那是每一個家庭 必定走到那條路 那個境界來說 你看你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找個藉口就說我要出去 基本上自己不能夠 讓自己快樂的人 他如果說要早樂出去 老婆不能滿足他的男人 難道外面女人會滿足他嗎 都是他的玩物 所以像他 我希望你過十年再來問他 如果說他有殺傷 我現在就要做文學家的這個 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讓人生多彩多姿是 每一個人 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任務這樣子 OK 我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他意思是說 他用外面的異性來 讓他人生多彩多姿 那這兩人的話比實在 還是喔 有一句話講說 有餘夜情 人生是黑白的 如果沒有餘夜情 人生就是差色 我想是轉黑的 有人生那個五彩斑爛那個有沒有 五彩斑爛到後來 你有沒有看過肝癌的人 那個肝是五彩的 多彩多姿不是靠一夜情 對… 不好意思 我們兩個是同一陣線的 要講清楚 你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 還是黑白的 你怎麼在看今天 沒有啦 要不說話 我現在在問你 這就是在問你啊 怪怪的啊 不能等到最後再講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問他 為什麼 因為我跟他看的是好朋友 不該知道的事情 最好還是不要知道 我不認識你太太 真的 沒關係 我這個每次都刻骨銘心 我終於要來洩露出來 真的嗎 你剛才每次都打一個X 唉唷 快喔 已經準備好答案了 不是 每一個都是打一個X 你背後沒有打刺青 所以結果是 人生沒有多彩多姿 你會不會寫金鐘報國這樣 後面不是 後面是棋盤 好啦 不過我們這話再講回來 就是說 像他剛剛這樣講的話 會受到第三者的傷害 像你剛一直沒有過明確的答覆 不是說 你一直想到說 是人生的多彩多姿 那麼經過一夜寢 真的是可以多彩多姿嗎 不過像我們那個王子講 他到後來沒有辦法忘情 所以他人生反而危險 你有沒有覺得嗎 我覺得一個人可以扮演 各式各樣的角色 他不只是永遠不會一輩子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一直要講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像我是一個 沒有什麼原則的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可以再扮演 各種各樣的角色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你在家裡面 OK 你當一個好丈夫 可是你出去你可以亂搞 你知道嗎 那你的老婆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不好 我覺得我老婆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她非常獨立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我覺得兩個人如果說能夠 有這樣子的默契 那我就反過來問你好了 假設你太太真的在外面 搞了一夜行 然後被你知道 沒有告訴你 是你被你知道 你能接受嗎 我會問她 她為人生是什麼 你能接受嗎 我想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是一個不一樣的人 我不騙你 我會跟她聊 我想了解她 她是找什麼樣的人 然後她是 她是找刺激怎麼辦 然後那個男生你又認得 找刺激我會 我真的會跟她講 那請問這個話題 適不適合跟小孩子一起談呢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可以 有沒有一點原則 就一個已經知道人事的小孩子 我覺得你應該跟他談 你不是什麼事情都誤會 知道人事是什麼樣子 要多老還是要多瘦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有青春期以後 可以慢慢開始跟她聊 也就是說五六歲 她可以這樣子接受 來 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不要一直拷問她 對啊 妳看我這麼多次了 都沒有人要問我 你那個刺青 不過我沒有講 像一般的女孩子 我們所知道的例子 就是說 一般去那邊的所謂的辣妹什麼 她自己本身 並不一定是要 要那個心方面 當然是人家會去 準備要去突破她心房 那你覺得是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我想那是藉口 五十步 笑百步 她去那邊絕對是要 吸引人家對她的肯定 那只是男人的那個標準 那個動作派的尺度 跟她不太一樣 不過我覺得女孩子 大部分都是被動 因為像Playball 它有四步驟的原則 搭 追 上 甩 先跟你搭訕嘛 搭訕之後 然後可能講一些甜言蜜語 搭 追 開始就追求 上 馬上就上了 甩了 甩就是一夜勤 我反正跟你們不用付出 這是不是成語啊 不是成語 這不是成語 好 來 不過我們除了這個 怎麼樣的這樣子 把這些後續弄完以後 我們還要跟各位來談談 這個為什麼 這個一夜勤 我要問問 其實真的要問你們 一夜勤 我當然鼓勵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說 雙方的一些性觀念 跟一些思想 它都成熟的話 那因為我們不用負責任嘛 所以說我們就是說 彼此不認識的兩個人 我們可以徹底解放 那徹底解放完之後 其實很簡單 一個結果就是 我們可以非常快樂 非常愉悅的享受一些性行為 而且我們不用擔心有其他的後遺症 那其實 所以我覺得說 我會鼓勵這樣子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說 一夜勤的發生喔 不應該被賦予道德的觀念 而且這樣子可以減少一些社會亂源發生 例如說 有性需求的人 他們不用去挑進 不用去找牛郎 那這樣子的話 也不用去強暴人家 或就是很不幸的被強暴 我覺得說這樣子 是蠻好的一個 一個發洩的管道 所以說 我覺得我還是鼓勵它 至少我們可以減少社會的動亂 社會案件 行事案件的發生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條人的觀點 我那時候到PUB 我一直到PUB去 然後認識一個傳播界的一個女孩子 那她也跟我講說 你不用負責啊 可能我們就是玩玩而已啊 然後有過之後 那個半年我一直活在 陰影當中 也不是陰影 就是我會否定人跟人之間的感覺 因為我一直去 我之前的價值是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對啊 你不是這樣子的人嗎 可是我覺得現在改了 應該是不在乎曾經擁有 只在乎天長地久 因為後來啊 我還是會去找他耶 找他之後才知道 哇 他有老公 乾 好搭啦 沒有一夜行走 乾這個 我這邊有這個 我這邊是有刺青嘛 那這邊是架碼 這個是我的這個架碼 你怎麼有刺青碼 你還調碼上去耶 那怪怪的就是說 跟你交易完之後 還打同一編號就對了 那條碼一刷碼 這樣碼就出來了 就我的這個女兒貼的啦 貼的好玩的啦 OK 好來 我們現在來講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過 我自己有過 我很坦白講 好 但是我滿後悔的 因為那時候 後悔 你跟她後悔什麼 我那時候到Pub 我一直到Pub去 然後認識一個 傳播界的一個女孩子 那她也跟我講說 你不用負責 反正我們就是玩玩而已 然後有過之後 那個半年我一直活在 陰影當中 也不是陰影 就是我會否定 人跟人之間的感覺 因為我一直去 我之前的價值是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對啊 你不是這樣子的人嗎 為什麼 可是我覺得現在改了 應該是不在乎曾經擁有 只在乎天長地久 因為後來啊 我還是會去找她耶 找她之後才知道 哇 她有老公 可是你違反了 這個一夜情的遊戲規則 對啊 所以你根本不是這種人嘛 可是那個 所以一夜情啊 當時是很愉快 但是對於旁人 對於事後 其實都是蠻醜陋的 我那半年就幾乎 就不敢交女朋友了 就不敢交女朋友 對啊 但是我現在搞不太懂了 所以為什麼在文學藝術 像麥迪遜之巧的裡面 我們也看到這樣子 也有 也有 自密的吸引力 對 每次有啊 它發生了一個一夜情 這樣子一個事情 也就是說很多 其實很多文學 或者很多電影裡面 是有 以一夜情的描學 是不是這樣 沒有錯啊 我想這種人的那種 你不能夠否認 你看你夜情它至少 它有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 它還要一見鍾情嘛 也不是說那種鍾情 只好一眼看對眼 兩個有感覺 就王八對綠豆 看對眼了這樣子 放電這樣這種感覺 我想這種邂逅的感覺 是 我想人跟人 尤其是異性之間 一個相當美好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很 這個是被整個環境氣氛造成的 1.9 幾句好聽的話 沒有久了可以幹得到這個事情 就是啊 所以我是覺得自己本身的潛意識 跟傾向於要去育營環劇 是發生一夜情的 沒錯 它不是必須的 它不是必須的 而且像他剛剛講的那種情形 是不是當時愉快 事後實施你會否定異性 我還覺得他是不是在玩 你會探扁男人或女人 誰玩誰不曉得 不過他可能這次來的例子 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為什麼文學藝術 要把這個一夜情拿來當做 大家很嚮往這種感覺 我想就是因為 如果每天在同樣的軌道上面走 走久了會悶會煩 總是希望有一些不同的調節 像樂軌 我想樂軌是人類 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不管是藝術 藝術 也不希望老是一成不變 也希望有一些改變 可是根據 然後人 我相信人 他在同樣的軌道上面走久了 他會不對勁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作品 他都是一直在樂軌 不過根據 像剛剛這個曾仙 曾大哥講說 聊哉致意嘛 常常寫一些一夜情的故事 因為普宗林自己 本身是一個不得志的書生嘛 他把這個心智轉嫁在這個上面 一夜情我可以得到滿足 他用 等於是筆銀嘛 所以 就是這樣子嘛 你不要那麼恐怖啊 你應該講藝術就好了 其實我是覺得 你也不要 因為說他是個不得志的書生 其實得志的書生 也很喜歡搞一夜情 那這是人性 你知道嗎 他就是想搞一些浪漫 我今天講一個通俗的 其實很簡單 非常喜歡講黃笑話 人通常有點性壓抑 就像在鐵幕裡面 難怪 費玉琳那麼喜歡講黃笑笑話 黑笑話那麼多 沒錯 如果說這個人 男的女的 他本身生命的價值 某種程度滿足得到 他不會害怕重複的 所謂的無趣的婚姻或家庭生活 他本身有相當的壓抑 所以那個 他的一夜情的對象 其實只是一個工具 從剛剛你講的幾步幾步 其實工具性是很明顯的 不過我們剛剛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這位王子 他自己最後 他還是堅持 就是說雖然他自己 已經才是一些後遺見 他還是說 對 鼓勵一夜情 認為說這樣子 大家不會去嫖妓 或是男的找女的 不會這樣 他有更高明的說法 像歐美之說 這個外遇可以穩定婚姻 其實他們都是強迫性 精神觀能症的 其中一種而已 我倒是不覺得 obsessional neurosis 是這麼簡單的一個症狀 我覺得那個 可能有很多心理 其實要有精神科醫師 來判定這個狀況 還是你可能是我講的 如果單純 對 想辦法讓他人生 找一些其他男的 你讓他講清楚 要不然你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 這個跟精神觀能症 強迫性精神觀能症 沒什麼太大關係 我覺得就是人 他覺得尋求那種刺激 你知道嗎 那種腦肺你知道 人跟人之間第一次接觸 那種激情 他激情都腦肺 那種可以讓人感覺非常 非常那個那個 就是很high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會非常興奮耶 所以有些人他就會 他就會不斷地去尋找那種東西 可是如果像發生他這種 所以我就說他不是這種人 他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嘛 所以他才會想要去找他 我做好了怎麼沒做好 我就是在期待啊 我又是怕不著釣馬子啊 一樣啊 我就剛剛跟那個腦肺一樣 我們就跟吸馬肺一樣 吸的那一刻很興奮 可是後面有後遺症嘛 你有躲在身上嘛 你後面覺得很空虛 你會一直想說 我否定異性啦 我跟人之間的交往 如果那麼容易就釣上他 那是不是 那好 那我問你 你發生了那個一夜情的時候 那一次你自己的這種記憶裡面 你不要講後面 你就講你那一次的記憶裡面 那天當天晚上滿愉快 可是做完就很不舒服 為什麼 就覺得 為什麼 我怎麼那麼chip 我怎麼那麼廉價 我覺得我好廉價 他也很廉價啊 那麼容易就上手耶 我們完全不認識 因為完了之後 我記得他問我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也問他叫什麼名字 我們不知道名字耶 我們連彼此資料都不曉得 連他什麼星座 他家做什麼 都不曉得耶 怪怪的 所以你需要跟那麼多的背景資料 做愛就對了 也不是 我覺得我最起碼 因為人跟動物不一樣 我應該至少有愛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性喔 我個人認為分為三種 一種是很典型的交易性 那個就不要討論了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動物性 那證明你不是動物性的性行為 你要的是那種東西 那對象找錯了 找錯了 對不對 那然後我現在要強調就是說 當事人什麼樣的情境 不管男的女的事或反應 那是你們自己要負責 但是如果你是有婚約 有小孩子的 我只是說我處理過很多案例 當初的隨便到後來 到了老年非常的欺苦 法律婦 他的事業兒女不要接 他的老婆對他冷若冰傷 為什麼 人家不能夠接納這個事情 所以男人跟女人對一夜情的價值觀 我是覺得是不是我們在叫彩禮 要告訴他們 感受是差很多的 不過你一直講的是這個女人 男人的部分呢 男人的部分 男人根本就不接受 我們女人任何一點出軌 幾乎都這樣子 完全是不討論 沒有什麼殘綿匪色 什麼挽救婚姻那套都不來了 不過剛剛曾大哥 我剛剛聽他聊說 他太太滿支持的 不是支持 我老婆的態度是很 就是我想 我們都想過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現代人可能 某些人 我想不是全部的人 某些人也許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他曾經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有人問他說 如果你你先生 他有外遇的話 或者是有夜情的話 你會不會離開他 他就講了說 我會想要認識他認識的那個人 所以想要跟他談一談 他如果說 他還是滿有格調 他想要跟他做朋友 我同樣的 我也是同樣的 同樣的這種立場 這樣的態度 我是覺得說 我真的很想知道說 因為他以前認識我 然後他以後再認識別人 然後我想知道說 他的這個格調有沒有降低 我覺得我是很... 他有沒有把你看低看高 好 沒關係 我們這個最後剩下 這個一點點時間 給各位 我們再來留一句話 給這個 發生一夜情的人 來 我們首先 我們從實踐派先講 好 實踐派先講 實踐派先講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生命中 除了道德跟價值觀以外 是不是還有一些比較愉快的 遊戲的成分 那我覺得說 夜情是這個 讓女生很獨裁 你還是堅持這樣 我就是剛剛講的那一句話 不在乎曾經擁有 只在乎天長地準 感情應該是要經營的 對 還蠻帥的 等一下那個 會有人把我射殺 好了 三陽虎 三陽虎的人是怎麼樣呢 非常健談喜歡說教 在愛情觀呢是 大男人色彩濃厚 易干涉情人 真的嗎 傳說中有一種香味 你可以聽得見 孫淑妹的香味 請多個大獎 收集正口味綠茶 低卡紅茶 及其他系列產品